usu 还有 我是你老黄 我又回来了哦今天 8点钟啊早上今天起来比较早 今天应该可以到家呀等会吃个早饭吧这个早饭早点出发 对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守了一晚上是打窝子嘛 其实我也没钓鱼啊 我说这边水有点浅 可能不太好钓窝 好了好了 出发了回村了 前面就是温泉镇了 没想到这个镇上这么的飞气房 一栋一栋的 好复古啊 这个房子 这个温泉镇了在这个山谷里面 一核而建 挺大的一个镇 就是有点古老 感觉有些年代了 有些年头了 是吧 都是旧房子 这个镇上还有一些山洞啊 这个山洞也是可以住的 前面只走20多公里是去开州城区的 左边有条路是到云阳的 我要爬山了 左边那条路是爬山 这就是山沉了 要爬一个崖口 慢慢爬吧 反正这几天都在爬崖口 看一下我这个汗水 满头大汗 等会有平的地方 在这里吧 把歪套脱了 昨夜17江口 江口正48公里 江口正的话是挨着我们老家那个身上的 以前读书的时候去江口正 经常去江口玩 实在是太热了 激动了新颤抖的手 接纷的排名必须有 整点都拉满了 恭喜熬总 钱包有了龟头 灵魂有了龟头 灵魂有了龟头 很浪漫 很浪漫 爬坡爬得太热了 满身大汗 我把那个歪套穿上了 但是里面的毛衣给它脱了 里面就穿了一个秋衣吧 不然太热了 我也懒得看牙口在哪里了 哪里到下坡就就到牙口了 嗯 吃习的也是一路上一路上的连起来了 只有我老黄 推着节奄退 这个东西叫什么 豌豆腾 如果卡那个煎的话就是豌豆煎 煮汤的话特别好 像炖猪脚啊 换一点这个豌豆煎 就特别的好吃 这个坡 我感觉不亚于 四川那边大凉山里面的泥巴山 那个泥巴山20公里上坡 也是这种路 这个上坡应该没有20公里 估计最多就10多公里吧 两个小时 最多三个小时 等着推上去 等到下坡就好了 顺便带大家看一下重庆的农村 像什么北京上海那种大城市啊 大城市的人 没看过这种山 山里面的人 在这个大山里面 平时没过年的时候 这山里面的人 几乎只有老人小孩 然后年轻人都是去沿海地带亚 发达城市 打工去了 然后过年春节 就回来相聚 这么几天 大约就一周左右 因为在家乡的话很难挣到钱 这边除了土地 大山 什么都没有 连工厂都没有 别说什么大公司了 只能种地 现在种地的话 开白菜 包菜 萝卜 土豆 是吧 弯豆间 这些东西你去卖也卖不了多少钱的 一只脚 金鸭独立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寒梅罗军把洞流 鲜唇的烟香归潮 沿途的鸡 牵挂的人 两情迢迢 柳叶江江湘安朗 亭州里河条远航 云一阵岁月流星 唱一曲往事飞摇 深水间歌声回答 回答思念的滚藏 去年的家书两行 如来又热了眼眶 云水变寂寞暖阳 烟波里久无畏的故乡 别来无恙 你在心上 宝贝 雨后将岸田颇烧 老舟心可知多少 愿意了 八州 上迷了军白洞流 山春的烟山归城 沿途的紧 牵挂的人 两情迢迢 柳叶将检讨岸郎 云州里河条远方 云一阵岁月流霞 长迷去往事飞扬 深水间歌声回道 回踏思念的滚房 去年的家树梁 这个森林 这个地界就是属于 我们的县城 云一阳 看一下 云阳县临船公司牌 应该前面那里 那幅村庄那里是交界的地方吧 和那个 开州区 到江口镇了 这个镇我以前读书的时候经常过来玩 所以说很熟悉 江口镇离我们南西镇只有十多公里 所以等会儿就到家了 以前读书的时候经常过来玩 所以这条路还是比较熟悉的 江口镇的话是比较老的一个镇 房子都是一些旧房子 去县城 还有南西镇就是从这里 直走啊 爬坡啊 不会开玩笑吧 国家园林城镇南西欢迎你 终于到我的家乡 我的镇了 下午快五点钟了 这个地方超级熟悉啊 以前经常在这边玩 这个地方叫盐渠 是属于南西镇的 南西镇朝那个方向走 这里离镇上大约还有两公里 这个也属于南西镇 前面应该有商店可以买国宾的 这条河叫汤西河 以前有一个老桥的 应该在那里 桥下面挂了一把古剑 不知道是干嘛的 现在还挂了的 估计上百年了 几百年了 很多亲戚朋友都住这个地方了 赶快离开这里了 回村的话说往那个方向走 五路过那个镇上 明天再去镇上 换一身行走吧 反正今天天都黑了 没人认识我 包疆就包疆 买了 国宾买了 买了一点花生 离开这里了 快点溜了 直接回村了 这条小溪流 小河流 非常的熟悉 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 小时候经常从那个 我们村里面一路 一路做那个螃蟹 河蟹从这边搓下来 然后下面是一个桥洞 这条河的话看起来很清晴 现在来看的话 这个桥洞更加的清晴 看下面有个洞 差不多十多年 没回这个村里面了 如果没记错 前面几百米 有条小路上去进村 以前是石子路 非铺装路面 现在我不知道 搞了那个水泥路没有 兄弟们 跟我老黄进村了 这条小路叫清云路 是一个村道还是江道 清云路 一切 感觉非常的陌生 又非常的熟悉 终于回家了 我说的家 是出生 长大的地方 这条小路可以上去 但是自行车不行 比较到这个水泥路 这条小路 我记得小时候 或者读书的时候 这条路 都是那种石子泥巴路 现在搞了水泥路 太水泥了 太水泥了 老前辈非常的熟悉 我小时候特别怕走多段路 走晚上 夜路 特别怕 现在的话 让我前面搭个帐篷 睡晚上都没事 马上到家了 马上到家了 最后两百米 左手边 那上面那个房子 就是我的老家 我小时候种的枇杷树居然还在 哇 那枇杷树长这么高了 估计得十五米高了 这里 有些地是我们的 但是荒废了 看长了好多草 那两三棵枇杷树 我小时候种的 撒着枇杷子 现在几十多年了 长得好高啊 这个坡实在太陡了 上面还有欢迎我的狗子 我把东西取下来吧 等会儿搬上去 以前好像是石头梯子 现在被车压扁了 因为车要开上去 上面还有一户人家 我的枇杷树 哇 地都变了 全部长满了草 这是我种的枇杷树啊 怎么会没路了 不会没路了吧 荒草重生 杂草重生的 这是多久没回来了 看一下 哇 以前种的那个 橙子被砍了 橙子碎 到家了 这个门 这个门 现在是下午六点钟 天快黑了 平安到家 真的是十几年没回来了 看没人住的 就相当于飞机房吧 楼顶是后面安的吧 原来我记得没有的 那个铁棚棚 也没人住 按这个干嘛 然后这个竹子是我们的 然后这个楼梯下面呢 是养猪的地方 看 哎哟 这发达了呀 这么多柴火 全是柴火 这是猪圈 养猪 那边也可以 然后就是这么大 是个正方形的房子 没有二楼 只有一楼 这边是厨房 那个瓦片那里 那个门 这边是正门 但是现在我没钥匙 好多年没回来 我也不知道钥匙在哪里 锁是新的 诶 不是新的 以前好像不是这个锁啊 咦 我记得有个那个的呢 哪里去了 那个像床一样的那个叫凉 凉床 这是我小时候吃饭的桌子 已经灰尘布满了 到时候把它整理出来 这是席子 这不是席子 这是那个收割骨子 那时候我们没有机器嘛 收割骨子 那个米 倒骨 用的那个东西 用的那个东西楼梯 楼梯 垫 看一下有没有垫 没有垫 里面就是这样 哦 搬到这里来了 就说有这个东西的吧 这个东西是古董啊 这个东西是古董啊 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以前的老式的木床 以前我经常睡这个房间 因为这个房间比较凉快 夏天 冬天比较保暖 父母就让给我们小孩子睡 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 还有一间 也是一间木床 里面有一些坛子啊啥的 以前做泡菜的 就这样没了 就相当于 三四一厅正方形的 我去把垫开上 应该可以开垫的 开垫的话要绕在后面 好像在屋的旁边有个垫表 这个狗是邻居家养的 一直叫 我来了 他又怕 原来这边有个垫 水泥垫被拆 好像被拆了 在这个水泥垫看电影的 后面原来我们家有一个 泥垫房子 现在被拆了 是放柴火的 看一下 这个垫表在后面 这里杂草丛生 原来这个地方是养鸡的 小时候看起来好大一个坑 现在看起来好小啊 是柴火 但是没钥匙 砸了 明天再砸吧 这个鲜度有问题啊 把那个砸刀开了 垫砸开了 还是没有垫 不用这个路平衡好了 看一下吧 这里还有一些锄头 这个是用来挖地的 今天在房子里面 就不搭帐篷了 打个地图吧 打个地图就好了 明乱吃汤 今天没没买菜啊 只有吃过天的剩菜了 剩到了半斤肉 还有一个新姜 我们炒过酱香味的吧 今天打地铺 在村里面打了一桶水 这是山泉水 那边还有一个桶 我都搞忘记这个桶 应该是以前挑水的吧 今天用这个豆瓣酱来炒 来来来炒一个酱香味 豆瓣酱炒出香味 加一点那个蒜 你过去 倒入青椒 一个青椒 没办法 有三个碗 炒油 鸡粉 炒一炒 这个菜已经炒熟了 还不错 看一下吧 这个叫果冰 也是好久没喝果冰了 迫不及待了 在自己家不用到处看嘛 因为 有谁来的 是吧 就我一个人 到晚 这一杯 国冰 我不敬天 不敬地 第一杯 先敬 关注我的 兄弟们 网友们 粉丝们 感谢这一路 走来的陪伴 这一年多的陪伴 我老郎 真心的感谢你们 不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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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坦 嗯 还是果冰法说 这一杯大约有个二两 所以现在还是有点饿了 我差不多有 十 接近二十年了 没在这个房子 做过饭了 我以前小时候 读书的时候 就是在旁边 那个屋 那个手把没有敲开 明天再说吧 那里烧柴果做饭 吃了最多的就是 我们自己养的 苦鸡蛋 炒饭 尝一下 真的是饿了 虽然没多少青椒 但是味道肯定可以的 这个肉好吃 肉好嫩 特别撒饭 特别撒饭 嗯 嗯 或者嫩度的话 都不用上粉的 不用麻糊的生粉 够嫩 这一年多的情形呢 差不多一年半吧 收获还是蛮多的 去了好多好多的地方 去了好多好多的地方 比如贵州 湖南 广西 云南西藏 四川 新疆 都要是一番魔女儿 还有结论 收获还是蛮大的 收获还是蛮大的 今天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房子差不多20年没住过人了 啥错什么事 所以说,我想把这个房子给改造一下 至少要把这些东西搞到开一点,清洁卫生等等 回来了过个年,年后的话会修正一段时间 距离修正多久,我也不知道 要把家里面装好 我发现还有一点,是最有意思的 我小时候看这个房子,或者我门口,或者我旁边的雅兴的地方 感觉这个好大呀,但是我现在回来,我感觉好迷离啊 小时候看任何东西,我感觉都把它放大了,还是怎样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是在村里面,清云村,南西镇,清云村 是村里面农村的房子 我们镇上还有一个房子 今天没去镇上 我不可能把镇上那个房子给砸了吧,那个锁 那个锁是黄刀锁,砸不了 而且父母也没有在家里面,镇上也没在 过年才回来,春节吧,春节还有一周多一点 今天是三十号,估计要下个月五才回来的时候 团联的时候,联夜饭的时候 有可能在这里,看我搞没搞出来 也有可能在镇上 我也不会去故意卖产,拍我们的房子 就往后产了 我提前给大家说一下 镇上是有房子的 只是我想回到最初的地方 这里 能给我很多儿子的记忆,童年的回忆 更熟悉一点 镇上那房子我去的次数 就一次 实话实说,就一次 就去过一次 因为我是比较怀旧的人 大家看我视频的老粉,铁粉,钢铁粉都知道 我是一个比较怀旧的人 而且有点负短 所以说,我就喜欢这种性格的人 就喜欢怀旧,就喜欢以前的东西 我就待在这里特别有 不能说安全感 至少不用反正常 有一种归属感 我在其他地方没有归属感 但是我在这里出生的 我回来了,我有归属感 是一种归属感 基本上就是这种感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然后最后喝一个吧 喝一个果冰吧 因为有来重庆玩的 这个果冰是指导推荐的 真的好,好喝 喝了就拜拜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 感谢大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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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